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曼兔 这期视频来拆的玩具是万代在9月下旬发售的 最新萝卜魂系列的产品大白鹅配涅罗佩 这款产品的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前27000日元 采取的是魂网商店售助发卖的方式 这个包装盒的话你就不想多看了 就是没什么特别的 直接来开箱 打开包装之后首先是有一份说明书 因为大白鹅外面的装甲是可以脱掉的 所以说说明书内容也是蛮多的 是分了三折页的 下面的就是吸塑 这个吸塑也是超大合大 分了两层 上层是本体 奥德修斯高达 然后下面是一个地台 这里有支架 下面的话全都是外面的马甲 超大的马甲 这么长一块 先从本体奥德修斯高达开始看起 拿起本体之后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 全部的高度是有20厘米左右 作为萝卜魂的产品来说 本来就是一个小比例的系列来说 这样的一个体积已经是非常庞大了 第二个感觉就是很轻 不要看它体积这么大 但因为身上没有用到合金骨架 所以说整个拿在手上的感觉就是轻飘飘的 实际上个称的话可以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本体的重量150克都不到 这也是我平时不太喜欢玩阿魂产品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它身上没有合金骨架太轻了 拿在手上玩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质感 一样是玩塑料的话还不如玩拼装的产品 如果会涂装的话自己涂出来的效果 还会比阿魂的质量更好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售价的话 我可能会更愿意把这个钱去买NB的产品玩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奇怪的地方 就是双腿之间的缝隙被设计的非常大 因为之后要在上面加装外甲 所以说这里是预留了很大的缝隙的 但是在不装外甲的情况下 这个缝隙看着的就非常的违和 非常的奇怪 在手臂的侧面可以装上两块攻防一体的盾牌 都是一样的 装左装右都没区别 在盾牌上也会有设计一定的可动 首先在上面有一处可以翻下来的关节 可以变成一个瞄准镜 在盾牌的周围这4块蓝色的部分 这里其实是导弹的舱门 是可以实际打开的 把这里掰开了之后 可以看到里面是有4颗小导弹的 然后在盾牌的前面也有一个小洞 上面可以插上光束军刀的特效件 变成一个肉薄的状态 产品通体上下倒是都会有涂装的 白色部分的漆面使用的全部都是消光漆 看上去的厚重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包括红色的移印符号数量用到也是蛮多的 所以说乍一看的话 整体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 身上的水口还有一些合模缝 这些问题的话也都是会存在的 但是毕竟是量产的成品 有一些小瑕疵也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用爱去弥补了 至于在可动性方面 我觉得在奥德修斯高达的状态下 可动性表现并不算太好 肩部并没有设计一个向上旋转的关节 所以说手臂的平抬角度是非常小的 哪怕是把肩部侧面的喷口 往上抬起来一点之后 手臂的平抬也是到不了90度的 区块处的可动也是微乎其微 向前弯腰的幅度只有区区的20度左右 而且弯大了之后 背后还会露出一个非常大的穿帮位 左右旋转的幅度也是非常的小 侧摆的话就是几乎没有 下半身的可动幅度倒还算可以 如果是把前裙甲抬起来的话 前踢角度可以超过90度 后踢的话45度 侧踢的话大概也是45度多一些 因为再往上抬的话 侧裙甲可能就会掉下来了 屈膝关节的地方是一个双段关节 但是在膝盖处的地方并没有做连动 是跟着小腿一起动的 所以说大幅度屈膝的话 是会露出里面的关节的 但是好在在关节里面 也是做了一些液压感的细节 所以说即使露出来的话 也不算太穿帮 脚弯处的结构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再加上一个转轴 所以说脚掌的可动幅度也是非常的有限 抬脚踮脚 然后旋转和侧摆的时候 是会撞到小腿侧面的装甲的 所以说侧摆的幅度是非常小的 自立性的话可能会有些问题 但是好在大白鹅经常都是飞在天上的 自立性的话倒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然后再放到背后 后裙甲的地方是可以左右分开的 这边打开了之后 在内部会有三个接口 这个接口是用来装燃料棒的 也可以理解为是枪的弹夹 可以插在这个上面 左三个右三个在后裙甲的内侧 总共是可以装上6个能量棒的 剩下的能量棒是装在枪上的 在枪的下面这个地方 可以装上一个稍小一点的 然后在后面的话是装上稍大一点的 枪上的两个能量棒也装完了之后 最后还会剩下两个 这两个的话是过好要装在外面的装甲上的 我们过来再来说 然后替换手型的话 就是非常传统的五指张开手 和用于握枪的空心拳的手型 都是左右都会有 所以说用哪个手握枪都是可以的 奥特修斯高达的本体 并没有什么太高的可玩性 也就不想花太多的篇幅来说本体了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来看它的装甲 把大白额的马甲全部都拿出来之后 零件的数量并不太多 但是体积却是个个庞大 像额头的零件这么长一个 已经超过40厘米了 还有身上的衣服也是超巨大的 我觉得马甲零件做的 要比本体质量还要好 本体身上的话挺速的 就是白白的一大块 但是马甲的话身上还做出了 一定的色差分色 像腿部的推进器 主体的话是灰色的 然后上面的这些六边形的装甲 是做出了一些白色的分色 所以说看上去的话 会更加的具有层次感一些 然后内部的这些黄色的零件 也是做出了这种独立的分件 一个个也都是挺有立体感的 黄色的涂装的话也是挺不错的 当然不单是黄色 外面的外甲全部都是会有涂装的 包括里面的这些灰色的内衬零件 这里也全部都是涂装 基本上是除了这些需要插装的 接口处的地方 用的是成型色的零件之外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会有涂装的 涂装面积非常高 把马甲的零件穿上本体之前 其实这些马甲的零件 自己也可以拼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疗机的形态 那么先来看一下 那一个形态的组合方式 鞋后跟的地方有一个接口推出来 可以和前面的脚掌进行合并 小腿后面的这一块装甲 里面这个零件翻折一点起来 然后可以往侧面做一个平移 正好这里有个卡扣 可以把这块装甲给固定住 就不会乱动了 装甲的内侧会有一个喷口 这个喷口是可以展开的 展开了之后下面会露出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上面就是插上刚才的脚掌 可以插在下面 装甲的侧面会有一个扁扁的装 这个装就是和小腿侧面的装甲 进行合体的 插在这个洞上的 相同的组合方式 把左右两条腿的装甲 全部都装完了之后 就要把它往额头中间的 这个零件上进行安装了 那么在这个零件的侧面 有隐藏着一个接口 把它可以翻折开来 在身体下面也会有一个辅助的机械臂 这边也要展开 然后对准这个展开的装 把刚才装完的 腿部装甲插上去就可以了 机械臂的零件 可以插在腿部装甲的前面 做一个辅助固定 双点固定的方式 腿部装甲安装的还是挺牢的 相同的安装方法 把另外一边也装上 把额头部分的零件 暂时先抬起来一段距离 然后在前面就要插上胸甲的零件了 胸甲的里面会有两个接口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接口 这两个接口对准身体中间的 这两个地方 这里插进去 这个接口很长 所以说插的还是非常紧的 然后在胸甲的前面 这个地方会有个盖板 这个盖板是会有延伸功能的 把它拉长一点 然后在额头的下面 翻出来一个连接杆 刚才翻出来的接口 是用来插前裙甲的 把前裙甲的零件 从胸甲下面的洞的地方穿过来 然后插到上面的接口上固定住 这样的话 整个大白鹅的寥肌形态 就拼装完成了 体积是相当的庞大 好帅啊 寥肌形态全部都组装完成了之后 体积是非常的庞大 长度差不多是40厘米左右 然后宽度的话 差不多是24厘米 非常的有存在感的 各个零件之间的连接是挺牢固的 不会有哪个零件特别松动 一摸就掉下来那种情况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发现 每个部件之间 基本上都会有纤维的卡扣 所以说装完了之后 不需要做非常繁琐的微调作业 只要装上去 基本上就是最帅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身上的可玩性的话 并不是特别的强 就只在上面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可动 然后后面的尾翼 可以做一下角度的调整 这个尾翼还可以拉出来一段距离 还可以做这样的左右的摇摆 都是可以的 然后在肩甲的上面 也会有两门炮 这两门炮是用球形关节连接的 所以说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角度调整 这就是所有的可玩性了 其他地方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玩性了 这个辽机形态的话 就简单的看到这里了 下面就要把这些部件再拆开来 装到本体的身上去了 在装马甲之前 建议先把本体装到支架上 这样子的话操作起来会稍微容易一些 从下往上开始装 首先是脚底下面的红鞋子 把小腿侧面的辅助支撑展开 然后在小腿的后面插上一片装甲 在小腿的侧面这两个接口的地方 再插上一个更大的装甲 裤装前面有一个接口 把这里展开 然后在这个前面插上前裙甲 上身的背心在穿之前 需要将肩部关节向外侧拉伸一段距离 这里要腾出一点空隙的 然后把头上的天线收纳起来 然后再把背心拿过来 从上面这样子的卡进去就可以了 安装非常简单 一下子就卡进去了 最后来装的就是背包和额头了 首先是要做一下简单的变形 是把下面这两个机械臂的地方要展开 然后机械臂的下面有一个连接零件 这里也需要展开 然后在机械臂的末端就要装上 刚才有两个还没装上去的燃料棒 要装在下面 上面这一块帽子的部分 也需要暂时先向上展开一段距离 为了避让头部的天线 然后就可以往本体身上装了 本体身上装之前 需要先将后裙甲的地方需要张开 这边需要解开一点 要把后面背包下面的接口 要藏到后裙甲的下面去的 然后这样子直接往上装就OK了 然后再把两片后裙甲的零件给合拢 把下面的机械臂给遮盖住 把头上的天线打开 把上面的帽子再盖下去 OK这样的话整个大白鹅的装甲 就全部都装完了 剩下的马甲全部都穿完了之后 造型是相当的霸气 高度超过30厘米 宽度的话也差不多接近30厘米了 还有从侧面看纵身也是非常的长 后面这一根尾巴特别的帅气 但是也就仅仅停留在外形霸气上了 可玩性几乎是等于零的 身上是没有什么小机关 或者是小舱盖可以打开的这种结构的话 一概没有 但是好在我在下单之前 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不管是哪个版本的大白鹅 身上这么多的装备都装上去之后 不可能会有大幅度的可动了 所以说就是一个战师观赏的状态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因为造型它就是这么设计的 也没有办法 另外本体在穿上马甲之后 也会有一个巡航形态 但是因为整体的改变并不是太大 所以说也就不花时间去做详细的演示了 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这期视频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今天开箱把玩的这一款 罗伯魂系列的配件罗佩 我觉得就是一款单纯的战师观赏的产品 但是好在它全身都会有涂装 涂装的质量还算不错 一印的数量也蛮多的 整体的观赏感受 我觉得可以算是一款中等偏上的产品 所以说对于那些没有空去脱冰装 也没有能力去做喷涂的小伙伴来说 这款产品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当然前提是你可以接受它的售价 因为这个售价说实话 不少AMG的产品也都可以买了 好的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